人家伦素颜特写魅力绽放 在娱乐圈的璀璨星空中 人家伦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引起粉丝们的振振欢呼和尖叫 而当人家伦超大素颜特写的话题出现时 更是如同在平静的湖面 投下了一颗巨石 激起了千层浪花 奇猛了 看到人家伦的超大素颜特写 这是一种怎样的惊醒呢 那毫无羞耻的面容 却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她的眼睛清澈而明亮 仿佛藏着星辰大海 她的皮肤细腻而光滑 即使没有化妆的加持 也依然让人惊叹不已 小孩决定 接下来要一针一针地反复观看 嗨放学长辈镜头放大的帅气 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人家伦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她的外表 她的才华和努力 更是让她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作为一名演员 她用精湛的演技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无论是深情的古装公子 还是坚毅的现代英雄 她都能完美地诠释出角色的灵魂 而在综艺节目《嗨放派》中 她又展现出了自己真实可爱的一面 《嗨放派》生存实验季释出宣传片 人家伦素颜出镜 跟大家分享上导后的感受 这一勇敢的举动 让我们看到了她的自信和真诚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生存实验中 她将与其他嘉宾一起 面对各种艰难险阻 但我们相信 人家伦一定会凭借着她的智慧和勇气 克服重重困难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国超哥你的偶像包袱呢 这句话虽然带有一丝调侃 但也恰恰说明了 人家伦的真实和可爱 她不刻意追求完美的形象 而是敢于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这种真实 让她更加接地气 也让粉丝们更加喜爱她 生徒还是帅的一批了 这是粉丝们对她的最高评价 即使没有经过精心修饰 人家伦的颜值依然能打 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 一起来看看嗨放派的预告吧 本周五晚间22点 在浙江卫视 期待人家伦在嗨放派的 十天放飞生活吧 这是一场充满趣味和挑战的冒险之旅 人家伦将与其他嘉宾一起 在荒岛上探索未知挑战自我 他们将面临着各种生存难题 如搭建筑所 寻找食物 河水源等 但他们也将在这个过程中 收获友谊和成长 这里是娱乐热榜 欢迎大家订阅 评论 点赞 让我们一起关注 人家伦在嗨放派中的精彩表现 共同见证她的成长和进步 同时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为娱乐圈的繁荣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中 人家伦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和热情 她不断努力 不断进步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她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颜值和才华 更是因为她的努力和坚持 她是我们的榜样 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让我们一起期待 人家伦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作品和惊喜 相信在她的努力下 她的演艺事业一定会更加辉煌 而我们也将一直陪伴着她 见证她的每一个辉煌时刻 最后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人家伦 喜欢嗨放派 请关注我们的娱乐热榜 留下你的评论和点赞 让我们一起为人家伦加油 唯 嗨放派 喝彩 今天是7月2号 是我们上岛的第二天 昨天晚上是在岛上睡的第一晚 但是一晚上 我感觉昏昏沉沉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呢